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企鵝交通手札 那今天的影片呢,用一個比較不同的方式來拍攝 因為我想要跟大家來聊聊,如何進行拉鍊匯流 那顧名思義呢,拉鍊匯流指的就是 車流,像是拉鍊一樣,一組一右,一組一右的方式 來進行排列,然後來進行匯流的方式 我們先把結論講在前面 運用拉鍊匯流這樣一個方式呢,它其實是可以 有效的來疏解交通上的一個狀況 幹你娘娘在前面的車在幹嘛啦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好啦,也就是說呢,運用拉鍊匯流呢 它其實是可以有效的疏解車流 那相對應的來講,也就是說呢 它可以兼換塞車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運用拉鍊匯流的話呢 它可以讓兩個車道之間的車子呢 可以用一個都彼此之間 比較不會過分減速一個方式呢 匯流並進變成一個車道 那比方說像是前面 這條快速道路有砸道 那它就可以運用這種拉鍊匯流的方式 那不過我看 對,現在沒有喔 現在車子不多 那我等一下會沿著這條環洞大道 然後一直往前走 然後一路走到市民大道 那在這之間的路上呢 會有很多這種需要匯流的這個點 那就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拉鍊匯流是怎麼樣一個操作方式 那拉鍊匯流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重要呢 因為大家如果 常在我們高速公路啊 快速道路上面 開車騎車的話 應該會發現一個問題啊 就是我們台灣的那種 高快速公路的那個砸道啊 那有時候 它那個砸道上來之後呢 會有一個地方它叫做加速車道 就是旁邊會畫那個 比較白比較粗的那個曲線 的那個位置呢 有一些砸道 有一些交流道的地方 它其實 那個加速車道它其實畫的沒有很長 那在這種沒有畫的很長的加速車道的地方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台從砸道上來的車子 然後呢 你沒有加速加到跟主線一樣快的地方的時候呢 那你要賄賂主線 那主線的車又不讓你賄賂了之後 這時候很有可能就會 最後會卡在那個砸道的最末端 那這時候就很容易去衍生出其他的狀況 比方說像車禍啊 像是上禮拜在行程高家橋上面 發生了一起悲劇一樣 那這個就是所謂搭電匯流它重要的地方 那有些在主線上 比方說我現在是走在這條快速道路的主線上的車子 那如果旁邊有一台車子 它要匯入匯進來的時候 那這時候呢 主線上的車子 它可能就會想說呢 在我們的法規裡面 明明就是規定說 從變換車道的車子 它必須要理讓主線上的車子 也就是說 你從砸道上來的車的話 你要理讓主線過才對 也就是說呢 我主線上的車子 我有絕對如全的狀態下 我根本就不需要讓你從砸道上來的車子 讓你先過馬 那如果大家都保持著這樣一個心態的話呢 那其實就很容易造成說 從砸道上來的車子 它最後呢 可能就不容易賄賂 那或者是說呢 有時候會遇到什麼車禍啊 遇到施工啊 會有車道縮減的一個狀況 那在這些地方呢 它其實也都是可以來運用 所謂的拉電匯流的一個方式 最後呢 大家可以匯聚成一股車流 那相對的來講 它就可以 達到我最前面講到的 我兼換塞車的這樣一個目的 因為呢 我們如果平常有在開車騎車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 如果說今天有一台車子 它是完全停下來的狀態下 那它要再加速 回到主線上的那種速度的話 它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不只是砸道的車子 它的速度會變慢 就連主線上的車子 它都有可能會變慢 那比方說像這邊 就可以來看一下拉電匯流 要怎麼樣來做 首先呢 我必須要跟前面的車子 保持一個比較長的距離 這時候呢 就讓旁邊的車子匯進來 有沒有 這時候呢 它就可以砸道上來的車子 它就可以用一個 比較和緩的速度可以匯進來 那其實我也沒有減速減太多 那砸道上來的車子 它也沒有減速減太多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達到 我前面講到 讓兩個車道的車子呢 它都可以 用一個比較快速的一個方式 用一個速度可以 不用降低太多的方式 來達成一個匯流的目的 那如果說 我今天是一個 從砸道上面 要上去主線的車子的話 那遇到篩測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樣嘛 就是 在篩測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跟前面的車區 會保持比較近 就是安全車區的部分 但是呢 當我們 要爬到 接近 主線的時候呢 我們這時候就應該要開始 逐步的把 我跟前車的這個車區 開始慢慢的拉開 因為我要開始預料到說 主線上面可能會有其他的車子 它必須要進來 不過呢 現在 主線上也沒有車 因為環洞大道這邊 其實 這邊通常從南港方向的車子 比較少一些啦 那比較多車的話 就是從砸道上面 舊中路這邊上來的車 那如果說 我前面呢 要再去市民大道的時候 會跟右邊 右邊有這個賣帥二橋這邊 然後要往基隆路這個方向的車子呢 它會有一個交錯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這一線的車子 可能會要往右 那右邊呢 從賣帥二橋 然後還有提令大道這邊方向的車子呢 它可能要往左邊過來 也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這個交匯地帶 其實也是一樣 我跟前車呢 先把這個車局先把它拉開來 那如果 右邊這個時候 有車子它要匯進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利用 我跟前車之間的這個空間 順利的往左邊切過來 那不過 已經下班時間了 但是他們可能 車草還沒有出來 所以 沒有遇到這個狀況 那不過呢 如果我再往前 會到 永吉路上來的砸道 然後還有 從東寧路上來的砸道 精華城旁邊 這個砸道上來的地方 那邊車子就蠻多的 那我們就可以再次來看一下說 從 主線上的車子呢 它要怎麼樣的去 禮讓 從砸道上面上來的車子 那我這邊講 這個真的是禮讓 就是 我雖然有所謂的 這個優先權 我有這個路權 沒有錯 但是呢 我是 用一個禮貌性的方式 然後我來歡迎 從砸道上面這邊上來的車子 它可以利用 我跟我前車的這個空間進來 這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 前面這台T大 它就可以很順利的進來 這個地方 OK 然後有沒有看到 我後面呢 還有另外一台 它 也是很順利的 就切進來 因為我後面另外一台 技能車呢 它也有維持這個拉鍊匯流的 這樣一個方式 然後我們都有保持一個安全的車局 那總之來講就是 用這個 拉鍊匯流的方式呢 就是盡量避免 這個砸到上來的車子呢 它會過分 減速到減停 比方說像前面 有沒有車子完全殺停了 在車子完全殺停的狀態下 它要匯進來的時候 它速度就一定會被 減低減低減低減到非常低的一個狀態 那它走到最後面 走到鏡頭 沒辦法了 它一定得要匯進來嘛 那在這個狀態下 它一定得要匯進來的這個過程的時候呢 它就一定的 也會讓我這個主線上的車流 也跟著被拖滿 也跟著被減速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說 用拉鍊匯流的這樣一個方式呢 它應該要是多多的被推廣出來 那還蠻可惜啦 就是我們政府 其實也都沒有去教導擁路人 做這個拉鍊匯流這樣一個動作 那他們就會 放任了這個車流呢 越來越塞 越來越擁捨 那最後呢 可能就是塞到一個 無止境的時候 他們就說 我們再來什麼 透寬道路啊 然後有的沒有的東西 我這邊的車子要進來 就讓它進來一下 其實我自己平常開車騎車的習慣也是這樣子 就是 當我注意到我隔壁車道的車子 它要匯進來的時候 它要切換進來的時候 在我的狀況允許的時候 有些說 如果我跟前車的保持的這個車距還算OK 然後我的速度其實 跟要切進來的這台車 它的速度也沒有差太多的時候 通常呢 我是會讓它切進來的 我可以理解說 就是他們 有些車子 它就是有需求這樣子去切 比方說像公車嘛 有時候公車它在路線的設計上 它可能就是 這邊要靠站 然後隔沒多久 它又必須要左轉 這樣一個狀況 那公車它可能就必須要連切好幾個車道 那在公車需要連切好幾個車道的狀態下 如果說 我今天在 在我這個車道上面的車 都不去讓公車去切的話 那最後公車可能切不過 它就變成說它一定得要硬切嘛 那硬切的狀態下 其實對於所有用路的人都不好啦 那我當然也知道 有些公車司機它就真的是硬切 但有些公車司機是 它想要好好切 但是它沒有那個 足夠的空間 讓它好好的去切過去 那我覺得最後面這個 就是大家如果都 要硬切的話 最後就會可能會搞到 變成兩百居上的一個局面 我覺得對大家都不好啦 那在這邊呢 有沒有看到 前面寫 右側來車 那我等一下要從 這邊 市民大道的方向 往右切到 往環中大道的方向 那一樣 我現在是維持了一半的車距 那我現在就是 瞄準說 我等一下要讓 應該會是我右邊這一台 兵士吧 對我就是稍微放慢一點 然後呢 讓它先過 然後我再匯進來 好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次 算 我覺得還算標準啦 的一個拉鍊匯流 那其實更理想的話 應該是 我們彼此之間 兩個車道都是要 剛好交錯的一個方式 那這樣 才會剛好兩個車道就是 完全完全就是這樣 直接交叉過來 我現在要從這邊 上新生高架橋 就是上禮拜 發生殘局的那個位置了 那我希望 同樣的狀況 不要發生在我身上 這個閘道其實 我也走過蠻多次的 那可能因為我都走這個方向 所以說通常前後 都不會有其他的車子 那一樣 上來的時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隔壁車道 沒有車 那這邊也要跟大家 分享一個點啦 就是大家在閘道上面啊 就是我們高快速公路上面的 雜道不是都會寫什麼 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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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啊 50啊 這種狀態下你要駕駛人在那麼短的距離 速度差這麼大的狀態下 要他們去完成一個賄賂的動作 基本上是強人數難 所以說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一個點就是呢 大家平常在走這種高快速道路的時候 雜道的速線 我覺得大家就把它當一個參考 比方說那個雜道上面有一個比較大的彎道的話 那你可能就需要找那個速線 但如果你是看到那種直線的地方的話 就麻煩大家盡量把速度踩上來 那一樣啦就是從工程教育 只把這個交通3E的面向來講 其實新生高架橋這邊就必須要講啦 他們當時在蓋的時候就像這樣子嘛 就是這邊他的加速車道還比較長 就新生高架橋他們當初在蓋的時候就 我覺得畢竟在 那個也是全 這也是全台灣第一頭通車的高架橋 那個年代可能大概也不知道說 加速車道要拉長一點 或是什麼樣之類的 所以工程方面 最開始當然就是做錯了 現在要去改 我覺得也會有一點困難 因為新生高架橋下面就是所謂的特二號大牌 下面是排水溝 不是柳公正 那在這樣的狀態下 你說要從 其他的方式 把那個加速車道給延長 或什麼方面的話 我覺得這會有一點 困難 所以說 所謂的 拉鍊匯流他應該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來去完成 那拉鍊匯流他要完成 除了 要仰賴 雜道上來的車子他必須要有一個自覺之外 就是他跟車距離真的不要跟太近 真的 你在行駛雜道的時候 你真的跟前車的距離真的不要跟太近 因為你 隨時要有一個預期心理準備 就是前面的車子他也有可能會匯入失敗 你必須要有一個這樣一個心理準備 這是針對雜道車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是 主線車的話 當你注意到前面可能會有雜道 的狀態下的時候呢 那 也麻煩大家 你是主線車的話 就是稍微 拉開一些車距 小心一下會不會有其他雜道車子要上來 也是我最前面講到的 就是 所謂的拉鍊匯流 並不只是針對說 有這個雜道的這種 這樣一個路況 包含到 像是說 有所謂的 施工的路況 其實也可以 運用所謂的 拉鍊匯流 施工啊 車道縮減啊 車禍啊 只要有 車道縮減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拉鍊匯流 那也就是說呢 希望大家 下次再開高快速 道路的時候呢 有可能你是 出現車子遇到雜道上來的車子 那也有可能 你是 遇到前面有施工的時候呢 那就是麻煩大家 就是稍微把車距拉開一下 如果說 如果說施工是施工在隔壁線 不是在你這一線的話 你稍微把車距拉開 讓隔壁的 車子呢 稍微好匯入一點 那這樣的話呢 讓大家 彼此 之間的行車都可以更加的順暢 可以減少我們 塞車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今天講的所謂的拉鍊匯流 它其實是一個國外他們已經 開始 在做一個宣傳的一個項目 那 我覺得比較可惜啦 在台灣他沒有開始在做宣傳 這也就是我今天拍這一支影片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最後也是 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一支 影片呢 多多分享給你身邊 所有有在 開車騎車的朋友們 讓他們知道說 拉鍊匯流 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在這支影片 在這支影片